現在就講計算題,請你算做工有多少 當我請你算做工有多少的時候,你有兩個方法做 第一是利用所謂的功能定理,做工的結果就是能量的改變 做正工能量會增加,做復工能量會減少,工是W等於Δ1 這個Δ1對你而言就叫做動能改變或者是未能改變 國中的考試歷史上只有一次,同時改變了動能跟未能 其他題目要嘛就是動能改變,要嘛就是未能改變 現在動能5交耳,當會動能20交耳,表示做正工15交耳 現在的未能有20交耳,然後的未能是0交耳,表示做復工20交耳 就是這樣子,所以你用功能定理算,W等於Δ1 這個Δ1就是動能改變或者是未能改變 歷史上只有一題是同時改變動能跟未能 其他都是只改變動能或只改變未能的做法1 那你要記得動能怎麼算,未能怎麼算 2分Cmv0,mgh,ok? 所以第二次帶來的公式,W等於F乘X,就是力量乘未能 找到施力,找到未能往裡面乘就好,那要注意什麼事情 力跟未能要互相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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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如果同方向就做正工,同方向就做復工 那簡單的就是,施力五牛頓,位移兩公尺,作風起交耳 複雜題呢?不告訴你施力,或者不告訴你位移,怎麼辦? F會等於MA可以求F,沒有S呢?第一章學的 什麼速度加速度位移時間那個去求出位移 F會等於MA也不告訴你啊 也是要利用什麼速度加速度,位移,跟身體戰球 看他題目要怎麼出 反正想法都一樣,就是找到力,找到位移,往前擠就對了 然後可能要用到一個你以前學過的東西,找到它 OK,第二次做法 好,看看題目 0.8牛頓拉力,開始0.4公斤 在粗糙面上做每秒一公尺的等速度運動 OK,老師說看到這個三個字就要油然升級一件事 叫做?合力勢力 合力勢力,我明明就有施力0.8牛頓 那為什麼合力會勢力? 摩擦,摩擦,0.8牛頓 OK,然後呢,摩擦力一定滑行幾公尺解決 OK,這個可以用以前的 因為知道施力0.8牛頓,知道質量就有A,對不對? 有了A之後就可以,有了A,然後呢就可以知道 它要滑幾公尺,然後有了初速 然後就可以知道它滑幾公尺會提下來了 可以用補所有的做法做 我不要,我要用功能定理做 因為我要你熟悉,什麼叫功能定理? 體力求的就是摩擦0.8牛頓 因為等速嘛,合力是0,對不對? 所以摩擦0.8牛頓 所以0.8牛頓在摩的過程中 有做勾做複勾會使能量減少 這裡是動能減少,原來有動能 後來平時沒有動能 最後就是力量會乘位移 所以呢,摩擦力 W等於加抬1,摩擦力0.4 乘以位移不知道,然後動能改變 摩動能-出動能 所以,負的0.8乘s 為什麼要下個負號? 負公 負公 然後呢,摩動能是力量靜止的 減出動能2分cmv0.8 所以,就算在0.25公尺 0.25公尺 就可以算在0.25公尺 這用功能定理算 你可以不要用功能定理算 你回到M.MA 回到第一張運動學 你可以找得到這個0.25公尺 不過對這一題而言 那樣做比較慢 這樣做比較快 但是不見得的媒體都是這樣做 比較快 不一定 要看題目怎麼出 重點不是快或慢 重點是你到底懂不懂我們怎麼做的 OK 這就是利用功能定理 解決我們的問題 無人無問題嗎? 沒有